李允南 22岁 江苏人 大专 陕西职业学院 营销与策划专业 大家好 我叫李允南 今年22岁 我来自我们古风悠然的文化沃土龙城太原 我现就读于山西职业技术学院 营销与策划专业 我喜欢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学 喜欢我们中国的古典文化 喜欢与文字为伴 我的求职意向是培训讲师类 还有策划类的工作 当然事无绝对 也请各位老板们 根据我这个人的长处 开发我的一些水平 帮我推荐合适的工作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老板们好 老师好 主持人您好 你的推荐理由 李允南我觉得是一个 更加标准的和优秀的文艺女青年 因为她初中的时候 她写的网络小说 就是还原了最原汁原味的 白蛇的故事 然后这个点击量也非常好 她自己还做过情感节目的嘉宾 很早就点评 在他们当地太原电视二台 你多大你点评别人 我觉得这个其实跟年龄没关系 那当然有关系情感应该是一种经历 我觉得不对 同学老师 这个跟年龄真的不完全有关系 那你没有经历怎么会有感触 您错了 这件事情从两方面来看 第一方面 之所以我没有这个感情经历 所以我相比起一切感情经历丰富的人来说 我反倒我的观点 更是他们所表达不出来的 对 所以我没写一本小说 或者说一篇故事 我就全身性地投入 等于我就经历了一场我的人生 那你的小说是编出来的 还是取自于生活 也不能说编出来 也不能说取自于生活 有一句话叫 文章本天成妙受我得知 我觉得有这方面的性求和爱好 自然这灵感来了 它就顺着来了 我说你内心的一些 纷繁的语录特别多 好吧 来你的推荐理由继续说 对 另外但是呢 这个永南他也是很能吃苦的 他从小其实跟母亲相依为命 母亲自己做点生意 他就是帮母亲去打理生意 经历过很多生活的一些困难 成长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永南是一个 自己有才华 同时又不像很多女孩子 没有吃过苦 然后他今天来应聘的 也是应聘跟他学的专业 营销相关的一个职位 所以我觉得是挺靠谱的 我推荐你 谢谢老师 好 你所学的专业是营销与策划 但是其实你实际上的 在生活当中所热爱的和所做的 基本上是与写作有关 文字有关 为什么 因为写作毕竟是一个副业 如果我去选择一些 汉语言文学的专业 我个人认为 可能将来就业的面稍微窄一些 而且我认为 我们每一个专业也是相互通的 比如我去学营销和策划 我提醒你一个问题 有的时候口才太好 不是件好事 谢谢老师 您说得很对 就是您刚才 你刚才的这种不加思索的 心云流水的这种语言 并不一定给人能够带来好感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经验 恰恰是针对于问题本身的一些 平时化的话语 反而更能给人好感 但是图林老师 我想强调一点 我并非走形式化 我也并非刻意用 我只是给你一个建议 我也是想表达一下 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因为这是一种我的习惯 我想站在这个舞台上 表达一个本我 一个真我 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这样子 我跟你说吧 我也算是写了一些东西的人 也出了几本书 刚才你前面这个语言结构 已经在我这里严重减分了 就是我们的生活化语言 是高于我们课本语言的 和表达语言的 就是我们过度地用书面语言 会把自己沦络为一个表演者 而不是一个表达者 但是老师是这样的 我确实是想表达一个真实的自己 我发现你好喜欢 变了 非要把这一拳打回来是吧 不是 我是刚才 我接着我前话来说 变怎么了 如果他在上面 唯唯诺诺诺的 你们觉得这样好吗 你们觉得这样好吗 我是觉得你应该把 我们作为应聘者 不能发表这个观点吗 求职者跟你也是平等的 你有你的观点 他可以表达他的观点 好吧 我错了 我们不去你单位好不好 因为我还是想流露 一个真实的自己 他觉得我装饰 因为他不了解我 而如果我不以那样的 表达方式上场 其实我是才是装 因为我到那个场合 我会带入妥铁的性格 我情不自禁地 自然而然我就成了那个样子 那其实是一种最真实的真我 当然每个人都有演员 那只是跟他少那么一点点机缘吧 从事过哪些工作 其实我现在还是一个在读的学生 没有具体地从事过一些职场的工作 大学期间 大学期间我妈妈曾经跟她朋友 合资开过一家车行 车行卖车的吗 不是 洗车行 洗车行 我帮她做过他们店内员工的培训 还有店内的一些策划 你简单地来两句了吗 看一下 首先 这就是洗车行的员工 12个你来培训一下 对 都是比较难搞的 大家都是有素质的人员 都是跟我年龄相仿的同龄者们 这几天的工作 相信大家对我们店内的规模 一些引进的设备 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涉链了 是 不大有了 那你洗车行吗 干嘛呀 我是过来洗车的 小二 听着 小二 你上个月洗车洗得不好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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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以一个严肃的开场 其实大家不用惧怕我 不用触我 应该我怕你们 为什么 你们在座的都是了不起的大人物 请大家找准自己的内心 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微笑服务 要为客人着想 没有无不适的客人 就跟无不适的父母一样 他的语言是居高零下的 他对老板也好 对求职者也好 对他模拟的培训的学生也好 全部是居高零下的这种状态 这个状态不利于他将来的成长 因为这个社会 还是不喜欢那种 夸夸其谈的人 你不是在去救 你不是在辅救 你在做一件大事 你的心要大 你要宽广 你未来的人生 才会有一个规划 海阔拼语乐 天高任鸟飞 谢谢 我想问他们听懂了吗 那个小李啊 我感觉你这个像一个 大学的毕业典礼 对 上面的一个老师的一个训话 在他这个年龄 能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 去培训 是值得我们赞赏的 好 挺好 今天妈妈来了是吧 来 妈妈 来 妈妈特别精神 是姐姐还是妈妈 妈妈呀 怎么这么年轻啊 妈妈妈 来 妈妈 我看见我妈妈我就想哭 哎呦 你这会儿 你这会儿突然像个柔弱的小女孩 拿点纸给她擦一擦 其实初恋老师 我觉得一个女人柔弱或者强势 取决于她站在谁的身边 哎呦 我有错 我的意思 如果她身边的男人 或者她身边的环境 让她感觉到安全 就是再强势的女人 她也会化成一滩潺潺的溪水 而如果她感觉到不安全 她会下意识地去保护自己 她会变强势 来 问一下妈妈 这些年来 是你们一直相依为命是吗 对 相依为命 共担风雨 那我发现您说话 风格跟她也差不多 是吗 也充满了文学色 就每一句话都可以记下来 这孩子到底怎么样 我觉得孩子是一个好孩子 不论是她的人格美丽 我觉得孩子非常有内涵 有素养 我坚信一点 我的孩子是前途无量的 我一直以来对于那种 就独自拉扯到孩子的母亲 我特别地有崇高的敬意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 宁跟着讨饭的妈 不跟着做官的爹 西方也有谚语说 恰恰是因为上帝不是无所不在 才造就了母亲这个角色 谢谢 谢谢所有全天下的好母亲 祝福 来 请坐 好 第一轮请选择 好 还有十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天生我有才 你准备了什么 其实我很喜欢的是沈总 然后当时看到您的蓝色火焰这个 我突然有一个小的灵感 也算是一个小的构思 我今天借着这个舞台想传达一下 来说吧 因为我在写文章写小说 我突然有一个想法 我想把这个蓝色火焰 写进我的小说里塑造一段 三生三世的故事 主要推出一种利益 就是什么 当我们的爱走到尽头的时候 当世界都走到尽头的时候 性或不性 生或者死 已经不重要了 一切归于无痕 只要还有一个人佩戴蓝色火焰 爱就不会灭 它可以世代相传 生生不息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这小字画 拍一个小短剧 把这个小说同时跟一些小说网 咱们建立一种合作关系 就是发放这个小说的同时 把这个蓝色火焰的广告打到一旁 读者读到感人的地方 看到这个宝石在传达上 突然蹦出我们这个蓝色火焰的宣传片 然后一点就可以看到公司的介绍 还有这个产品的购买信息 这是我的一个真的是一个小的灵感 然后您也可以当作是同言无忌 我是说给您听了 你就是听一下 这个创意它不适合我 这首先要谈标准 为什么不适合呢 因为我们首先要说 你的创意要符合不符合我的理念 我所传播的理念 现在大部分的电影都是亏本的 好的电影是非常非常少的 我们是可以把它拍成电影 但是观众是否可以接受 这都是一些非常严肃的话题 我不求他接受 因为毕竟我不像他专业 但是他的态度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让我有一种 我热脸贴了他冷脸的感觉 就是你刚才这种 其实在微信上传播的 鸡汤型文字信手拈来 我特别看重你这个能力 有很多的女性的顾客或者是读者 她很吃这一套的 可以做微信传播的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其实它很适合文字类的策划 特别适合 这个 其实你在网络世界这些东西还是非常熟悉的 通过线上做各个企业之间互动 这个你有一些想法 但是这个其实还是很初级 做一个策划 比方说春节了 你做一个策划案 就是线上线下所有老板 然后我觉得可以在 还是网络资源我们要利用起来 就在网上搞一个投票 就是大家最喜欢哪一位老板 最喜欢的那个老板要带头给大家送上祝福 还有就是我觉得咱们可以动一些小脑筋 邀请一些观众朋友来到我们现场 我们可以把老板们企业信息印在这个糖果上 水晶糖果 就是取代我们传统的纸质名片 印上去之后分发给大家 大家看了也喜欢 也可以当糖吃 但是大家也没有谁真舍得吃 回去之后 这也是一个有别于纸质的这么一个 你知道吗 在你身边我的感受是 其实它最牛的 就是想都不用想 最让我可怕的 也是想都不用想 这是一把双刃剑 来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还有旧单灯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职位 我们是做一款 那个特别安全 特别有营养的一款 高档牛奶 人群比较小众 我们给你留的职位是 市场部的策划 活动策划专员 好的 谢谢 王文刚 那我给你留的岗位 是我们其中一个高端品牌 叫Cover Story 明年我们会推出上线的 五大洲之彩 讲五大洲的历史文化 人文的原产地产品的 这样的一个高端品牌的品牌策划 我给您预留的工作 就是我们思敏在线 这个新的项目里边的 文案推广和策划 主要针对于互联网上面 谢谢 来 陈炮 给你的是我们集团 加盟联绳事业部的管理培训生 我们这是 你是唯一一个大专学历 进这个组织的 看好你 罗敏 你来我这边 我给你的职位是 品牌创意策划 你可以发挥很多你的所长 你会拥有你自己 很大的粉丝群 我们后面有坚强的后盾 咖啡机为你准备的 职位是 新媒体运营专员 谢谢你 东军 我给你的工作岗位呢 是我们 比利时蓝色火焰 事业部的 创意文案专员 我需要你的文字能力 来帮我做 基于微信的传播 子龙 梅尔木眼科医院 这个加盟连锁企业 我给你的岗位呢 就是企划部的文案策划 接下来是有九盏灯 你要灭掉七盏 留下两盏 请 我真的非常喜欢你 谢谢您 谢谢您一直的赏识 真的谢谢 谢谢 谢谢您 有请何学军 王文刚 谈前不上感情 来写下你们的薪酬 写好了吗 请介绍 来 那是什么意思 那是嘴唇吗 心 我们的logo 你们的心都是那样方的 方的 有任何问题 问到两位老板 我觉得有机奶 这个品牌很好 但是我就说 如果我加入一些 我传统文化的构思 把咱们这个企业文化 巩固一下 您愿不愿意 倾听我这个 没有问题 这个我觉得 我们这边一个 很高端的一个牛奶 这个高端牛奶呢 我觉得用什么样的文化 来装饰 是针对不同的客群的关系 我相信你也不只是 在古典文化这块擅长 我替你解什么 你嘴笨 我跟你讲 这人特别好 你写什么他都支持 其实那个 我觉得你对老猴那边 是一个特别有意的补充 你是从网络起来 你为网络而生 我是天然生存在网络的品牌公司 我想我们不能再决配了 到这边你是珍惜品种 这边是流行品种 好吧 老猴加钱 老猴加钱 不要说话 直接加钱 文刚那边改七千了 这真不是钱那么减啊 那边改七千了 不 我觉得楠楠 这样的行为对你是一种侮辱 我这后面有一个无限的加号 好吧 行行 虚的别说了 虚的别说了 然后说句实在话 这真不是个职场小白 以他的能力 我觉得拿八千都可以 对 实际上说句心的话 他呢这个水平很高的 我觉得社会责任感上来讲 食品安全问题是最重要 对吧 再加一千 你看那个盖被子 盖被子铺什么这些东西 都重要很多 我们也是个创业型企业 我们从三年前一百平米 到现在一年两个亿的销售额 好了 想故事要讲一辈子 我再问一下 你们俩的价格不变了吧 变不变 我一样 不变 不变 黄学纪你还加不加 不变了 不变了 不能乱抬价 这个是 这个是 加不加 就这么定了 确定不加了 你也不加了 对 都是旗舰加 对 好了 15秒钟时间请考虑 闺元有机奶 优慢加榜 或者是谢谢再见 请问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闺元有机奶 然后咱们食品安全卫生也是 我觉得 我比较想去关注的这一块 我觉得身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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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